字幕視頻 李宗盛 各位同學好 那我是林辰 那如同這一次的這個講座的標題 那也跟講義的標題一樣 就是我們今天主要來處理的是這個 110年度然後是碩士班的考題 那主要的科目是形式訴訟法 那學校的部分就是包含這個 台大、政大跟北大這樣子 大概是這三間學校的這個形式訴訟法 今年的研究所考題這個樣子 那在開始進入這個講義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幾件事情 然後我就寫在黑板上 就是今天是有 懷鬧跟好這三個問題 我想要跟大家稍微去分享一下 首先是第一個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來講這個碩士班的考題 換句話說就是這個碩士班考題 對於大家到底有什麼 那樣的重要性這樣子 如果今天對於一個考 今年有考這個碩士班考題的學生來說 那你應該是 發現已經考過了就沒什麼重要性 但是其實碩士班考題 它往往會考出來就是 今年這些老師可能比較重視的議題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像是目前現在的國考 大家都知道除了有食物界的人會進去 那也會有學術界的人進去做命題這個樣子 那雖然食物跟學術界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但事實上來說 他們只是對於某一個問題 某一個真點 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而已這樣子 所以其實熱門的真點 對於每個教授來說 其實往往也是那些教授所 研究的議題這個樣子 所以在研究所考試裡面 那這些教授可能就會把這些題目 出成題目這樣子 所以人家都會說這個碩士班考試 有點像是國家考題的前哨戰 就是往往在碩士班考題出現的考點 在今年或者是後年 或者是近三年的國家考試 往往都很容易出現 這個我們待會看就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說了 那第二個部分是why now 為什麼是現在來講呢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這場講座的意義 不是讓這些考過碩士班的學生拿來對答案的 我是希望讓不論你今天有沒有考碩士班的人 都可以去展望未來 去預測一下有哪些重要的真點 可能在國家考試會再次出現 那同時因為我也做過考生這樣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 就是考完試之後 其實往往會很想對答案 然後可能就會去 除了自己翻找資料 翻找一些文章以外 那也會去各家補習班看看 我們一些講座是這種專門的解題講座這樣子 可是往往聽完之後會這個 自己嚇自己 會怕自己 欸答案怎麼跟補習班說的不太一樣 會不會因此就落榜 這種心態我覺得也蠻痛苦的這樣出來 故意是把這個講座舉辦的時間齁 是放在這個不論是台大、政大、北大 都已經公佈他們的這個紀念證據名單之後 我才來講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是現在呢 我希望因為是現在講 因為是放榜後我才做解題 所以希望大家把焦點放在未來的考試上 好 那最後一個是號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碩士班考題呢 欸 碩士班考題跟一般國家考試的考古題 我覺得有最大一點的差別啦 就是其實因為碩士班考題 它的目的是讓各個學校的老師選擇出 或者是挑選出 他們覺得適合就讀那所學校的碩士班學生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就會跟國家考試不太一樣 因為國家考試他想挑選出來的人就是 符合國家考試資格的人嘛 所以國家考試在這麼多人把關下他往往怎樣 他考出來的考題都會是熱門的爭點 而基本上不會涉及到一些很冷門很冷門的小爭議這樣子 可是碩士班考題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碩士班考題往往 因為是各個學校老師自己命題 那也不會有任何的阻礙 所以如果他今天非常在意或是非常重視的議題 剛好是一個在世俗上在社會上比較冷門的議題 他還是會把他出成考題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研究所他考的東西可能會分兩種 一種就是跟國家考試一樣的熱門考點 第二種呢就是屬於這個各校老師自己研究的一些小 不能說小啊比較冷門的一些爭議這樣子 所以在面對研究所考題跟國家考題的考古題最大差別 是國家考試的考古題因為大家都有保觀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熱門的爭議 所以如果今天國家考試熱門的爭議 然後你發現自己好像沒有很清楚 那你應該回去想一想說 欸到底是因為我沒有念過 還是我念過了但是我不了解 或者是我念過但是我忘了 現在提醒我之後我會記起來的 去考慮一下說自己到底欸不會的點在哪裡 然後去想辦法去突破它去感怨它這樣子 所以今天研究所考題也一樣 如果今天研究所考題涉及到的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議題 可是你發現自己不太熟 或是聽我大概解題講說講完之後 你發現自己好像還是很陌生的話 那這時候要趕快趕快怎樣回去看看書 回去瞭解一下自己到底不會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呢但是如果你發現說欸你陌生的點是 研究所考試裡面屬於比較冷門的爭議 或者是大家俗稱的這些老師們的暗器這樣子 那我待會在講的時候也會跟你說這就是暗器 那面對暗器就跟剛才熱門爭議不太一樣了 因為熱門爭議不會我覺得這個有一點不應該 但是熱門爭議不會其實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很正常以外我覺得要怎樣去面對它 我覺得這個心態 雖然每個人不太一樣 但我個人自己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它就有點像是以前我們國中或是高中在考 國語或是國文考試的時候 他往往會有一些很無聊的題目就是問你某一個很冷癖的這個國字 它的注音是什麼或者它的步手是什麼 那這時候我以前的國文老師都會說這叫做這個 小眼小鼻子小眼睛的題目就是很無聊 但是你又不能說它不在考試範圍內 因為國文這東西本來就是烏遠佛街 它本來就在考試範圍內 所以它會變成說是一個考試範圍內 但是是一個很無聊的爭議 但是你好像不會又會被口到噴的這種感覺 研究所考試裡面的人文正義就有點像這樣 它一定也是在考試範圍內 但是你就是平常就是不會注意到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正確的心態是什麼 你就因為看過了所以幫它當作小知識 就很像是冷知識的概念把它記起來這樣子 所以也不要過度的責怪自己就是 確保自己在看完之後有一點點印象就好 我覺得倒不用說一定要把它搞得非常透徹或者非常清楚 第二個是呢 在面對這種暗器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比起你會 更重要的是當你今天在不知道這個暗器的情況下 看到這張考卷 你看到那一句話 看到那一句話感覺它有一點點爭議 感覺它應該有考點 可是你不知道它考了什麼 這種爭點意識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換言之就算你今天不知道暗器 我也希望你在看研究所考題的時候 能夠隱約感覺得到那幾個文字 那幾句話裡面已經把暗器藏在裡面了 有一種感覺好像有東西會從你這樣飛過來 雖然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甚至你沒有念過 但是你就是隱隱約約覺得那邊有東西會飛過來 然後你就會有感覺說就算我什麼都不知道 在那邊我應該用我自己的法學的學識或是底子 至少就算鬼扯腰八扯出一些話 去爭取到一些分數 我覺得這種的爭點意思是 我覺得面對暗器你應該要去具備的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講完這個研究所考試的重要性 然後為什麼是現在講 還有這個要怎麼去面對它之後 我們就正式正式來看今年的考題這樣子 那今年的碩士專考題 台大會有兩題 政大會有兩題 北大會有三題 那基本上我每一題都會講 雖然時間不一定用 但這次如果不夠我們就下一次再講 因為我說過就是 一定說考題目的是為了讓你知道過考的趨勢 而不是讓你去對答案的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月獎或下個月獎 其實都不會差非常的多 好 那我們從台大的看起好了 好 我們來看這個台大的第一題 那題材我帶大家一起看過去好了 這個假設嫌以3000元的對價 然後將這個帳戶跟密碼賣給這個詐騙集團 然後導致這個被害人 這個 被這個集團詐騙100萬的傳贓金額 然後在車手提款時被查破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警察他跟賈認識 然後就跟賈打探消息 然後賈說對啦 我就是有把這個3000 用3000塊的對價去把這個帳號跟密碼賣給詐騙集團 然後警員就說喔 所以你有收3000塊嗎 那3000塊交出來我想要扣押齁 但是假設說不行啊我已經花掉了 身上一毛錢都沒有 所以呢警察就借給他3000塊 然後借完之後再說欸那3000塊再給我把他扣起來這樣子 那請問本案扣押差票屬於何種扣押 然後程訊是否合法 這是第一個問題齁 再來呢 檢察官掙扎後以幫助加重詐欺罪名起訴假 然後辯護人V抗辯說他這個思覺失調齁 行為時已經欠缺了不法的辨識能力幾加於能力 那法院為了瞭解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就委託這個案發前 曾長期多年持續為假醫療制精神科醫生D 建立其精神狀況 那D提出一份有利於假的醫學報告 那檢察官認為說 第一個假行為時並沒有無責任能力 第二個說這個D醫師是他的血清啊 應該要拒絕他當天鑑定人 然後再來呢這個D沒有親自出庭拒絕接接受對此結問 所以書面鑑定報告也不能裁為裁判基礎 然後這個題目就問了D 在本案中屬於何種證據方法 檢察官的申請與組裝有無理由 那第三個問題是問呢 這個法院審理中發現呢 除了構成檢察官起訴的幫助加重詐欺罪名以外 同一個行為還觸犯了幫助洗錢罪 據我想像進行的關係 試問法院應如何先行程序是為合法 那這是第三個問題這樣 總共是50分這樣子 那整個題目看下來呢 那這題在題型分析的部分大家就自己看 不過大致講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題應該是這個林玉雄林老師出題 那原因其實很多啦 那我大概講幾個 第一個是 新台幣多號下同這種用法 基本上在林老師的文章非常的 最近的文章非常的明顯 再來老師會非常習慣用這個Q1Q2Q3的方法 去提醒同學說到底回答的問題在哪裡 這樣子齁 那再來是這個 這個警員借他3000塊再扣押他的例子 其實林老師不論是在文章或在上課中 其實都不斷的重複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題目應該就是林老師出題沒有錯了這個樣子 好 好 那首先我們來處理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 借他的3000塊再扣押屬於何種扣押 程序是否合法 那這個其實我們在那個 1、2月的時候這個 對考學拆題就已經有稍微提過了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扣押 就算起來比較不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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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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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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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